我是来自上海的画家 邱圣贤 这次很荣幸 能来到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展览的场地 我是第一次来到台北 也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艺术博览会 那么之前呢 也有我的一些画廊的一些朋友 他们之前也参加过几次我的艺术博览 这个作品 也来到过这里 但是呢 我自己这个亲自到这个地方呢 还是第一次 来到这以后呢 我感觉到在这个职务委会 他们组织得非常好 而且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周全 所以我们的艺术作品 在这展示的效果 所以我目前看看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对职务委会 对所有为止付出努力的人 我表示感谢 那么我带来的作品 是我平时 也就是在世界各地展出的两个大系列 一个是食堂宝贝 一个呢 就是情调 那么这两个呢 都是反映我们上海 这个有关于时尚方面的 我专属我个人的一个体裁 那么这个体裁已经在 目前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的收藏家 自己的收藏 那么在欧洲 在德国 在香港 以及很多的地区 都做过了很多的展出 所以相信 很多的朋友 对我的作品 可能是比较熟悉 那么我的作品呢 主要是反映 人间的一种真情 一种大爱 所以在一个 这个书语的表现形式上面 都是以时尚 一股脸相结合的 所以在造型上面 都是有一些 现在的一些超前的意识 所以很多东西呢 都是应用了一种 现在的手法 来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 一种精神 一种博爱的精神 所以我偷面处理的 你比如说 我的头像上面的处理 都带有一点 超这个现实的 一些表现的手法 比如它是一种光头 那么再来表示一种 超前的一种意识 也含蓄着我们中华民族的 一种传宠的 在有宗教意识的一种精神 所以它和现在的 很多的时尚的东西呢 它进行的一些结合 它不管是在它的脸上 还是在它的服装上面 就有一种 你们如果很 仔细的去注意的话 它有了很多的人体 母子的元素 这种母子元素 就是采用了 现在的一种模式 现在的一种人体 母亲和孩子 这种人体的一种模式 来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种伟大的博爱的精神 谢谢